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十二星座分手狠心指数 我觉得狠心对每个人的定义不太一样 有些人觉得都不讲清楚就走 然后没有下文这叫狠心 有些人认为在分手的时候 讲出恶言相向的状况 那就叫狠心 你觉得什么是狠心呢 我今天用的是一个比较 不拖泥带水的角度来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最狠心的族群 第一名应该是摩羯座 摩羯座其实对他的事情跟计划 是很确定的 他如果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好 或是要负责到底 一旦他觉得跟你没搞头 没未来 没机会 二话不说 他很务实的就走了 就是没有联络了 所以如果你想掉摩羯座的胃口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要考虑一下 第二名叫白羊座 白羊座的分手狠心是 他们那个火苗已经 没有了 熄掉了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会需要找到其他 让他们有热情好玩的事情 他们不喜欢在很无趣的事上 逗留太久 所以他动作很快 那有的时候他动作太快了你知道吗 他可能有给你解释的时间 就是你还没有讲出口 他觉得你没有想要讲 他就转身就走了 所以记得喔 跟白羊座这个 谈分手的时候呢 讲话要快一点好吗 第三名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 天蝎跟鸡牛并存 这两个族群呢 其实本来就是那种 不轻易投入 也不轻易离开的族群 所以一旦他要分手 他一定是在脑筋里面 走过千百次的rehearsal 模拟怎么样分手 该怎么样呢 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他们要分手的时候是非常狠的 但是不太一样喔 天蝎座的分手有的时候有点虐心 特别是如果你得罪他的话 他会走的让你觉得 好心痛 比方说我听过一个例子就是 一个天蝎座的妈妈 在老公呢 上班的时候 就带着孩子跟家里所有的东西 就搬走了 老公下班回来 哇 房子里面是空的你知道吗 可是一夕之间呢 代表他已经做好长久的规划 他让你很心痛 而且呢无法反击 那金牛座不一样 金牛座呢 他也是一个很难放弃的星座 所以当他决定要跟你分手的时候呢 一定是下定决心 或者是欲食俱焚 我得不到你 你也别想有好日子 所以有可能有的时候 他会用一种比较决裂的方式离开 或者是 嗯 他会破坏你 现在有的一些安定感 但这个破坏不见得一定是伤害啦 就是让你感觉 你怎么可以放弃他 你怎么可以对他不好 好 再来呢 这个第四名 我觉得是 可以给水瓶座啦 因为水瓶座其实蛮两极化的 你知道吗 很喜欢他的人 就觉得他分手很正常啊 那个不伤人啊 但如果是很需要讲清楚说明白 需要一种温度的感觉的人 就很讨厌水瓶座 因为他可能决定要抽离就抽离 就喔好啊分手啊 就走啦 也没有挽回你啊 或是也没有跟你在讲什么清楚的啊 那你可能本来只是想威胁他 结果他就真的就走了 你觉得很狠 可是他可能觉得 都要决定分手了 讲什么对不对 他会退回他自己的这一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水瓶座的分手是有一种 有的时候你不确定他 为什么会这样做 或者是说他就忽然就抽身了 可是你再回去跟他聊天可不可以 可以喔 可是他会说我们不就分手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藏着一点点 这个转机呢 maybe要还是风向星座 因为你知道风向星座就爱聊天 就是喜欢连结 所以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再来第五名呢 我给处女座跟士座 士座朋友很清楚 很清楚 就是如果今天我决定要分手了 这件事伤到我的自尊了 没什么好谈了就转身 我一定要顾及我的自尊 帅气美丽的转身 我觉得不要让人家觉得我好像在求你 或者是说我是一个趋于比较弱势的族群 他的那个转身是非常需要保留自尊的 所以他不会回头 当然如果你求他的话 就要看两个人之间到底伤害有多深了 可是处女座的这种 分手他可能会把你的从前因后果 然后所有的缺点都一一的数计 告诉你他为什么分手 然后讲得很清楚的原因 然后后果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讲话用字也会比较直接 或是有一点杀伤力 因为他让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分手 为什么这么狠心 他有逻辑的 所以士座跟处女座朋友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的狠心的状况 再来呢第六名我给巨蟹座 巨蟹座其实是很情绪化的 他分手通常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安安静静的离开 另外就是吵吵闹闹的大风暴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可能觉得受不了了 他的情绪来了就是要分手 抱给你看决裂然后就走人 他其实也控制不住 另外一种是他很想分手 可是他又不想伤害你 那你知道水象星座 其实包括了巨蟹 天蝎 双鱼 都有种特色 当他不想伤害人 或者是面对人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是 逃避 躲起来 所以他可能就 我去上个洗手间 然后就不见了 尿顿你知道吗 他会找一个情势 比方说 诶 我想跟你分手 明天呢 是这个这学期的最后一天 嗯 那天跟你讲完之后呢 你就没有办法再找到我了 他会抓时机 所以这个巨蟹座 有的稍微就是 趁势而为的这种分手 那再来第七名呢 是双子座 我觉得它蛮滑头的你知道吗 其实所有的星座里面 变动星座 这个处女射手 双鱼 双子这种双子背的 变动星座的 他们永远都会留给自己的退路 所以双子座他的狠心在于 他跟你吵架的时候 不留情面 他讲的字眼是很伤人的哦 可是 他也可以在讨好你的时候 要挽回你的时候 又讲出一段 让你觉得 哦 心动了 感动了 觉得要原谅你的话 为什么呢 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能耐 所以我觉得他的狠心 云望在于他要离开你的时候 他会狠狠 可是他可能会留下一点余地 是他未来如果要回来的时候 他可以在转档换桌进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分手狠不狠呢 我觉得某的时候也蛮狠的 再来第八名呢 是这个天秤座 天秤座呢 他的分手要狠心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他如果真的觉得他很受伤 很不公平 他一定要好好的讲出他内心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让你知道或者是他会带着他的姐妹 他会跟哥们告诉你 你对不起我们家姐妹 你对不起我们家兄弟 或是告诉你 我为了你怎样怎样 我都得罪了我的终十八代 我的爸爸妈妈怎么样 他用那个群体的压力告诉你 我是为了你得罪很多人 我现在不得不退哦 大家都支持我跟你分手哦 有那个味道 他当然也有可能的 有的时候他不想伤害人 所以他会慢慢撤退 慢慢撤退 就是跟你越拉越远 然后不小心再介绍一个 帅哥美女给你 再跟你越拉越远 他是有一点点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味道 如果他敢给你吵起来 那肯定你伤害天秤座蛮凶的哦 不然他通常会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事情 第九名呢是射手座 射手座并不代表他不能够狠心的离开 而且他帅直 要分手就好 要谈就好 就是自然而然的分手 自然而然的离开 可能很多事情你比较不需要去找理由 然后去包装他 射手座就相对只能乐观的接受 这个是射手座好处 可是射手座有个问题哦 他也是变动星座 所以他可能呢 也会有的时候搞一些模糊空间 再回来找旧情人 最后一个呢 我觉得他是最不狠心 但也可能是最狠心的叫做双鱼座 双鱼座要分手的话呢 通常他一定会逃避伪装或顺势 逃避就是忽然发现联络不上他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他不想要碰触你的情绪 就忽然失联了 或者是就他忽然掉职工掉很远 你们就见面的机会不多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伪装 他可能先伪装好像还是跟你维持不错 可是呢他会找机会 就是让你生气或让你觉得不开心 然后呢 你让这个事情顺着他的想法 往那个方向走 就自然而然的分手了 所以他好像不狠心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 可以大家思考的这个部分 不过我觉得啦 既然大家都要分手呢 我们就大家好聚好散好好谈 真的不行的话呢 我们就接受所有 来到我们面前的状况 其实我们何必要把这个注意力 只专注在一个人事上呢 说不定未来的机会会更好喔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